有种状态会让手机辐射最小 骗人的吧 我肯定不行 有种距离会让手机辐射最安全 网上盛传的手机可以煮熟鸡蛋 抱抱米花 到底是真事还是谣传 这等一会吧 这等会 平安365 即将为您揭秘 手机辐射值多少 前段时间 俄罗斯的一家网站 报道了该国研究人员 做了一次利用手机辐射煮鸡蛋的实验 实验结果显示 手机在持续通话65分钟以后 可以将生鸡蛋煮熟 就在大家纷纷议论这一事件的真实性的时候 又一段网络视频 让这个热议的话题再次升温 视频中 四部手机围绕在几颗玉米粒周围 拨通电话后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令人瞠目的一幕发生了 手机辐射将玉米粒爆成了爆米花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一段视频竟然有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版本 但是都表达了手机辐射可以将玉米粒爆成爆米花的意思 相信您看完这段视频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 我们都知道手机有辐射 可是手机辐射真的能够煮熟鸡蛋爆爆米花吗 看来大家对手机辐射能够煮熟鸡蛋爆爆米花 还是心存疑惑 为此我们的编导也按照视频中的方法做了同样的实验 我们编导的实验能否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让我们先来看看利用手机辐射煮鸡蛋的实验 我们将一个生鸡蛋放在两部手机的中间 然后拨通两部电话 为了验证视频中的实验 我们同样保持手机接通65分钟 65分钟后 手机辐射真能把鸡蛋煮熟吗 时间到 让我们赶紧看看鸡蛋熟了没有 实验结果显示 65分钟以后鸡蛋虽然表面有些热度 但里面还是生的 看来手机辐射不能将生鸡蛋煮熟 您瞧 我们颠倒失望的 没关系 手机辐射主鸡蛋没成功 让我们赶紧看看利用手机辐射爆爆米花的情况吧 我们把几颗玉米粒放在四部手机之间 拨通手机 这回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一照视频中的时间 一分钟以后 手机辐射没有将玉米粒爆成爆米花 五分钟都过去了 玉米粒依然没有变成爆米花 都五分钟了 咱甭等了 肯定没戏了 看来我们的两个实验都没有显示出像开篇视频中那样的结果 难道是我们的方法有问题 还是其中另有玄机 为了寻找答案 我们的编导决定到专业的计量检测机构走一趟 希望那里的专家能为我们解答关于手机辐射的问题 就从加热的原理上来说 手机的辐射和微波炉的辐射原理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利用了食物或者其中的极性分子 比如说水分子 它在微波场中引起了震动 震动引起了温度的升高 从而达到了加热食物的目的 既然手机和微波炉属于同一辐射加热原理 那么为什么微波炉可以加热食物 而手机加热食物的实验却失败了呢 你们实验的失败的原因呢 是因为两者的功率相差太大 我们平常生活中用的微波炉呢 它的功率由几百瓦到上千瓦 而我们平常用的手机呢 它的功率也就几瓦的水平 两者的功率相差了几百倍到上千倍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出手机它不具备加入食物的能量 这下我们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网络视频中手机的辐射就可以煮熟鸡蛋 爆爆米花呢 难道是视频中的手机具有不为人知的神奇功能吗 我们的编导从另一段视频中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手机爆爆米花的这个操作过程中 手机并不是主角 放在距离桌子不远处的一台普通的家用微波炉才是主角 视频的作者将这台微波炉经过了拆解和改装 并将微波炉发射器安装在了桌子的下面 随着镜头渐渐摇向桌面 谜底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原来将玉米粒爆成爆米花的不是手机 而是安装在桌子下方的这个超大功率的微波炉发射器 看来手机可以把食物做熟 只是个谣传 但是手机辐射到底能有多高的能量呢 沈老师用一种神秘的仪器 帮我们的编导检测了一部手机 这个神秘的仪器叫做辐射测量仪 沈老师往辐射测量仪下面的模型中 倒入了一些奇怪的液体 这种液体是什么呢 原来这些液体混合后可以模拟人体组织液 然后把手机固定在模型的下端 这样就可以模拟出人在使用手机时的状态 接通手机后通过探头的探测 就可以检测出人在使用手机时 所吸收到的辐射能量了 15分钟后检测结果出来了 我们的编导送来的这部手机的 电磁辐射值是0.386瓦每公斤 这一数值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国在2008年强制实施了国标21288 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规定在我国近代上市的手机 比吸收率值也就是电磁辐射值不能超过2瓦每公斤 这个电磁辐射值就是我们在使用手机时头部的软组织吸收的辐射比率 这个数值越低 说明辐射被脑部吸收的量越少 看来我们的编导送来检测的这部手机的电磁辐射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如此说来 这手机辐射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我们打一个电话也吸收不了多少辐射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会有头晕头疼恶心等症状呢 这些症状和手机辐射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 在这些新闻报道当中都提到手机辐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大家也都在纷纷反映这一问题 会造成胎儿畸形吧 得癌 对睡眠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头晃头晕 那么看似安全的手机辐射是不是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呢 接下来还是让我们请教一下专家吧 东一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智门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 对正常人来说手机打30分钟以内 我们主要手机它会接触人的外耳道 直接接触的外耳道 视网膜 念也 诊液 这些呢 它如果说时间比较短的话 它会人体的修复功能会起作用 这样就不会受到很多的影响 中主任说 短时间使用手机 手机的辐射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手机 这些辐射会不会就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呢 长时间的用手机呢 它可以造成打手机的人出现乏力啊 头晕头痛 失眠比较多 这个长时间的大概的时间是在30分钟以上 看来啊 这抱着手机使劲打电话还真是不太好 所以中主任建议您 每次使用手机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 在一天之内 使用手机的总时长尽量不要超过两小时 我们都知道 孕妇尽量要少使用手机 那么手机的辐射会不会影响这些特殊的人群呢 另外对特殊人群来说呢 孕妇呢 一定不要把手机放在腰间 这样呢 有可能造成胎儿畸形 孕妇也不要过多的打手机 因为她还会影响胎儿的稳定性 另外产妇 产妇她长时间的用手机 可以影响她的秘乳功能 使乳质减少 对于心脏病有起泊气的患者 她可能也会有潜在的危险 另外就是手机的热效应呢 还可以使白内障的患者呢 她的筋状体呢 发热造成局部的水肿 白内障加重 有甲抗和糖尿病的患者呢 她可以影响 进一步影响她的内分泌功能 使病情加重 看来手机的辐射 对于一些特殊人群的影响 还真是不小 如果您是中主任说的 这几类特殊人群 那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就更要注意了 既然辐射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 那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 通过调查 我们发现大家都会选用一些 防止手机辐射的产品 比如防辐射膜 防辐射贴来防辐射 那么这些产品真的这么神奇吗 让我们来一起检测一下吧 要想检测出这些产品的防辐射能力 我们需要借助厂墙测量仪 通过测量电场的方式 来判断手机的电磁辐射大小 根据我说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规定 当电磁辐射的强度 小于10伏特每米时 就是安全的 如果我们长时间处于电磁辐射超过10伏特每米的环境下 身体就有可能受到伤害 我们先来检测一下 手机在没有使用防辐射产品前的电磁辐射强度 是27伏特每米左右 那现在我就给这手机贴上一个防辐射的膜 咱们看看贴膜以后它会怎么样 怎么样 你看咱那手里可以做专业的手机美容师了吧 这贴膜不贴膜 从数值上看来没有什么区别 看来防辐射膜是没什么效果的 那我们赶紧来试试防辐射贴吧 看来这两种防辐射产品的防辐射效果都不怎么好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辐射呢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先知道手机在什么状态下辐射最大呢 待机状态大概有0.5伏米左右 9.0级 实验结果显示 手机在待机状态下 电磁辐射强度只有0.5伏特每米左右 而在接通的瞬间 辐射值会增大为9伏特每米左右 在接通一段时间后 电磁辐射强度会逐渐下降为3.3伏特每米左右 由此可见 手机在接通的一瞬间 辐射最大 所以我们要等到电话接通了几秒之后再通话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减少被辐射的几率了 可是有的人会说 这在通话的过程中还是有辐射啊 怎么才能降低这时的辐射呢 我们把接通的手机与场墙测量仪贴在一起 测得的电磁辐射强度为27伏特每米左右 我们现在把手机与场墙测量仪的距离拉成20厘米 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检测到手机与场墙测量仪距离20厘米左右 电磁辐射强度降低成了4.7伏特每米左右 如果我们把手机与场墙测量仪的距离拉成50厘米 数值会不会更低呢 果然 手机与场墙测量仪拉成50厘米左右 电磁辐射强度变成了更低的3.7伏特每米左右 看来手机与人的距离越远 我们接收到的辐射越少 知道了手机在什么情况下辐射最小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手机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尽量在减少在这个手机信号不好的地方使用手机 这种地方呢 包括比如说一些没有网络覆盖的这个电梯 或者是一些野外 这种地方的手机信号不好 那么手机信号不好的时候 你使用手机呢 它的发射功率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辐射会比较大 第二个呢 就是手机的辐射呢 和人体的距离呢 是紧密相关的 也就是说手机距离人体越近 它的辐射就越大 而距离人体越远呢 它对人体的这个辐射呢 就越小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在长时间使用手机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免提的方式 或者是使用耳机 当然这种时候呢 我们应该把手机呢 我们应该把手机呢 放在和人体距离比较远的地方 而不是把手机还拆在兜里 嗯 还有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对于三级手机的使用呢 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三级手机呢 一个很功很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这个数据业务 那么我们在上传 或者是下载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也尽量不要把手机拆在身上 而是放在比较远的地方 比如说办公桌上 或者是家里的其他地方 相信大家在看完了之后 已经知道了 是谁陷害了手机 手机虽说是有辐射 但是它的辐射量并不太大 我们只要正确看待 科学使用 就可以有效降低手机辐射 对我们的伤害了 2013年5月8日 湖南省诸州市的一名男子 因为前一天夜里和朋友 喝得鸣鼎大醉后 不慎走夜路时 跌入路边的墙缝里 无法动弹 赶到现场的湖南省诸州市 公安消防支队的消防队员 立即通过安全绳索 下降到被困男子的上方 将他慢慢地从墙缝中拖拽出来 经过20分钟的努力 这位男子被成功救了出来 并叫给120救护人员进行救治 事后经过了解 由于夜里行人稀少 这位男子就在墙缝里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直到早上才被路人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